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我们经常在种花花草草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那个叶子太长了 然后容易东倒西歪 那该怎么办呢 万一我们手边又没有那可以固定的塑胶环 那我再教各位一个方法好了 就是我们用一个宝特瓶 我是用一个大的宝特瓶 大概6000cc的 然后我把它头尾切开 切成大概这个样子有没有 那这就是都头尾切开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就很方便 就把它套在那个花草上面 就可以固定了 那我带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做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种的菇挺花 各位可以看 这个菇挺花因为叶子长得很长了 所以它有一些叶子都已经倒下来 各位可以看 这个都已经倒下来了 那因为这样倒下来一方面很丑 一方面也叶子容易受伤 那我就跟各位讲 我们就是把那个切开的宝特瓶 就把它塞进去 塞到植物里面 然后各位看就是我左边这边 有没有 我有塞一个宝特瓶 就把它这样塞下去 然后这个叶子就不会整个垂下来 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样 你看这个就是切开的 我就把它套下去 这样 然后这样看起来 叶子就不会东倒西歪 也比较整齐 也比较不容易受伤 以上是我为各位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和按赞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